接下來方程老師來介紹的是 第一題他說將正方形ABC珠每一個邊標上123的某一個數 那麼使得認兩條相連的邊呢 它的差呢都是相差1 那滿足這樣的條件呢總共會有幾種 那這個題目呢 我們知道說這個正方形 ABC珠那有一個邊 他們要去標每一個邊要標上數字 比如這個邊 他標的時候123去標 那比如說你標1旁邊就是2 那如果你標2旁邊可以選1或者3 那也就是說 標不管1或者3 最後旁邊就是2 那你可能標2 所以這個 一定會有標到2 那假如說 這個AB邊是2的時候呢 那旁邊這個就可以標1或3 那接下來又一定會回到2 那這邊又可以標1或3 好所以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 AB跟C珠是2的時候 因為他2一定會相對 一定會相對 那這邊呢可以是1或者3 那這邊也可以是1或者3 他都可以選 所以他只有2個乘2 那這邊會有4個 那當然 第1種情況是這樣啊 那也可能第2種情況 第2種情況就是 它的2是在對面 是在A珠 跟BC這邊 A珠跟BC這邊都是2 那這邊就可以選E3 這邊也可以選E3 所以這個也是4個 或者你直接把這個 4 乘以2也可以 反正最後就是 8個 所以我們最後呢 就是答案是有8 好看看這樣有沒有問題呢 就要選E3 1 2 3 5 6